泰国曼谷纤罗海洋世界水族馆近期开放了新的展区鲨鱼小径 除了向游客展示鲨鱼这一海洋霸主的独特魅力之外 也在向人们宣传保护冰威野生鲨鱼的知识 来看报道 在新开放的鲨鱼小径展区 游客将可以在长10米宽2.5米的海底隧道中 亲密接触5种珍稀鲨鱼 比如豹纹鲨、黑顶胶鲨、白顶胶鲨、鲨虎鲨和现代护士鲨等种类 同时这一展区还采用了屏幕互动投影系统 信息互动屏幕 让参观者能够多方面了解各种类型鲨鱼的知识 并且感受海洋的乐趣 华尔曼是在组合上的一天 在组合上的天空间 Ocean World有务的信息 在组合上的知识 和我们的知识 在组合上的感觉 在组合上的感觉 我们可以必须g病毒到15亿元 而建设大部分为了 包括$15,000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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室内给到原本的 获识者,会让同时解决和当中的相互 这些人能解决的是 建设 hours花啥才产生协,或者会建设的 产欲宗教会所措施的 鲜罗海洋世界坐落在泰国曼谷的鲜罗典范购物中心 是东南亚最大的水族馆 可同时容纳2万人参观 拥有超过3万多只的海洋生物 其中包括企鹅 海豹 蓝圈八爪鱼 飓风齿胶 夜行海龙和巨型蜘蛛蟹等400多个品种 是目前泰国最有吸引力的旅游观光点之一 东莫卫视MGTV记者庄立明 实习生林涵世 郑未喜 泰国曼谷报道